作者,小程,图片来自网络,唐纳德·特朗普堪生是美国历届总统中的一个异类,商人出身的他能执掌一个超级大国,确实有自己的一套。 不过很多行为,都引起了广泛争议,其在竞选时就听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,但随后的一系列行为,却被世人购并未不负责,转介,比如退出阿里气候协定,肆意舍制关税避雷等,最近特朗普干了一件大事退出一盒协议,更让全世界施责其没有其余精神。 这次不仅他的对手没硬刚到底,许多盲友也站出来,反对美国的退群。 8月26日海外网的消息称,美国国务院公开批评,欧盟像伊朗拨款2070万美元,约合1800万欧元是非常错误的。 在错误的时间发出错误的信号,极其不合时宜,据悉,依据此前的伊核协议,欧盟将在数年内,像伊朗拨注5000万欧元,此次的1800万,是该计划的一部分,欧盟选择此时出手。 不仅表明欧洲国家在对异问题上的态度,还是对特朗普此前向欧盟发起制裁的一种报复性回击。 伊核协议是2015年7月时任总统奥巴马联合世界主要大国与伊朗签署的,内容是与伊朗折衷,及外界放弃对基金系制裁。 伊朗放弃核武开发,再规定下一核平发展的目的使用浓缩油,可以说双方的互相让步,解决了世界上的一个大麻烦。 这对中东地缘政治危机的缓和,全球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。 伊朗与大国紧张对质的关系缓和后,也重新恢复了与英法德等国的贸易,尤其在国际军火市场上。 当国更是占为伊朗败会,几家欢喜几家愁,欧洲国家占了便宜,中东的国家就不高兴了。 以色列一直是伊朗为中东的最大敌人,以至于在叙利亚内战之间,以空军多次越过国境线,飞到大马士格等的攻击轰炸助去一军。 以色列总领内塔尼亚胡更是一个好战犯子,多次挑唆美衣关系。 趁伊朗违反规定偷偷研制高尘毒浓缩油,准备发展核武。 美国遵从伊核协议是在变强的支持伊朗,在七条舌高下,特朗普最终在今年5月断然退出了该协议,随后宣布了重新发起一轮更为强硬的经济制裁。 在对伊朗汽车业、金融投资业下手后,美国宣布将在11月继续加大对石油出口、银行业的制裁。 经济只是美国组合圈的一部分,为逼迫伊朗就反,特朗普都管齐下,美军大兵冤击中东。 在阿富汗等国军事基地调兵潜降,派遣军舰时将附近海域,强化周边军事部署,而伊朗显然不会服软。 多次在波斯湾边喉水到霍尔木兹海峡举行军事演习,宣示伊斯兰卫队有信心有能力,封锁着调控制着全世界工业血液的重要航道,为表明自己抗争到底的态度。 伊朗支持阿拉伯半岛的胡塞武装,在也门重创沙特联军袭击运游船,帮助哈马斯攻击以色列,通过对美国小弟的敲,打,宣布自己将不具霸权。 一时间,战争的乌云笼罩着这片大地,而把目光移到隔壁的叙利亚,内战即将结束,政府军已经完成了对伊德利不省的包围。 消灭恐怖分子只是时间问题,从目前来看,美国在中东的这盘棋越下越微动,不但受到叙利亚伊朗等国的强烈回队,就连亲密的欧洲盟友,也纷纷站到对预面。 美国也只能继续呼吁英法德听从自己,不过很明显,利益确实比塑料兄弟型更重要,是看众判亲密下的特朗普如何收场。 了解